停止訓練後的一個月內 肌力基本上是不會變差的 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師 運動是一輩子的事情 想要維持良好健康健美體態 就是得保持運動的習慣 當然人生總是會遇到一些顛簸 搬家、生小孩、創業、旅遊 或是自己與家人的健康出狀況 都有可能打斷原本規律的運動習慣 像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原本史考特是每一週更新 最近也是因為工作、生活、作息的一些調整 有時候一個月都沒拍影片 這邊也跟大家道個歉 今天的影片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 停止訓練之後肌肉何時會開始流失 又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回復原本的肌肉量 今天的影片要特別感謝 AH木造加斯贊助播出 AH木造加斯是位於桃園龜山的幼木家具品牌 採工廠直營、台灣加工 這裡的家具都是純幼木製作 還可以依照客戶的需求訂製 史考特參觀試做之後也覺得非常喜歡 自己也訂了一張 這張L型幼木沙發以全損皆製作 採用台灣製耐變型高密度泡棉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給你最好的支撐 長時間久坐也不容易腰痠背痛 簡單好清理的防潑水牙麻布 適合有小小孩的家庭 史考特推薦AH木造加斯 我將商家資訊放在影片敘述裡 歡迎大家來AH參觀選購 2013年的統合性研究指出 停止訓練後的一個月內 肌力基本上是不會變差的 這可能跟很多人的感覺有差喔 像是我只要一個禮拜不練 就會覺得純身不對勁 好像快要肌少症了 但各位請放心 科學告訴我們一個月不練 並不會掉肌肉 但隨著停止訓練的時間拉長 到了第二個月時 肌力就會開始退步 這邊到達了統計上的顯著差距 如果三個月都不練 肌力會加速流失 到六個月時 會變成像雲霄飛車一樣 加速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 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如果停止訓練的話 肌力流失的速度 會是年輕人的兩倍 也就是說年輕人可以兩個月不練 還大致維持原本的體能 但是老年人只要一停止運動 很快就會喪失肌力 也難怪生病對於老年人來說 是這麼大的打擊 我常見到原本行動自如的爺爺奶奶 生病住院 臥床幾個星期之後 就失去了原本的活力 變得殘弱需要照顧 我們剛才談的是肌力 至於肌肉量會如何變化 讓我們來參考另一篇研究 20多歲的年輕人花了10週 做股四頭肌的訓練 肌肉量大幅增加 再停止訓練30週 也就是大約7個月之後 新長出的肌肉才衰退回到原點 根據以上的研究 史考特可以告訴大家 對肌肉來說 一個月不練 基本上還不會有什麼損失 如果你覺得一週沒練 害你的肌肉都消失了 那個應該是心理作用 肌肉是不會那麼快就離開你的 但是如果兩個月以上都不運動 那肌肉確實會開始漸漸萎縮 如果很不幸的 因為傷病或者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三個月都沒練怎麼辦 也別太擔心 因為肌肉有記憶力 被鍛鍊過的肌肉即使萎縮了 也能在重新訓練之下 快速恢復原本的力量 1997年針對老年人所做的重量訓練研究顯示 花了24週鍛鍊出的肌力 會在停止訓練的12週之後退步 這邊請注意 雖然退步 但還是比沒練的老年人強壯太多 而且只要回復訓練6週 就能夠回復到原本的水準 簡單來說 我們只需要一半的時間 就能夠逆轉 停止訓練所造成的退步 這就是肌肉獨特的記憶力 曾經強壯過的人 比不曾練過的人 更能在短時間之內重返榮 今天這支影片的幾個重點 幫大家總結一下 第一 停止訓練一個月 對肌肉造成的影響 微乎其微 第二 老年人停止活動之後 肌肉流失的速度 瞬間接人了兩倍 第三 肌肉具有記憶力 能夠在恢復訓練之後 快速恢復肌力與肌肉量 時考特建議大家 保持規定的運動習慣 這個包括每週 至少兩次的重量訓練 但是如果因為偶爾 這個生活 工作 健康因素 暫時不能練 學習肌肉的相關知識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根本不會用太焦慮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